湖北省,位于中国中部偏南,长江中游,洞庭湖以北,顾林湖北,简称厄,省会武汉,东连安徽,南临江西,湖南,西连重庆,西北与陕西围林,北京河南,湖北东,西,北三面环山,中部位于米之乡的江汉平原。 湖北文化比喻深厚,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,的故里在湖北,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,在长达八零零多年的历史中,创造了楚文化。 一诺七,京门,京门位于湖北省中部,全境以山地为主,辖境南部接江汉平原,北通京域,南达湖广,东看吴越,西带川秦,自上周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以来,历代都在此涉州制县,屯兵积粮,为兵家必争之地。 京门农业生态环境优越,综合优势突出,是全国现代农业市饭区,有中国农古金字招牌,作为全国重要的优质粮,棉,由生产基地,水稻,棉花,油料,水果,生猪和水产品产量。 湖北省军居湖北省前列,湖北市城东起西,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,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是中国内陆重要的空港,长江自西向东,横贯全省一千零六十二公里,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,润泽楚天,水榜纵横,湖泊密布,湖北省因此又趁千湖之省。 湖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,从武昌辛亥首义到新中国成立,湖北为中国革命胜利,做出了重要贡献,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仅洪安县就孕育了董毕武,李现年两位国家主席和二百多位将军。 湖北近几年的发展速度也很快,尤其是一些城市比较突出,那么你知道湖北实力最强的八大城市是哪些吗? 相比很多人都不知道吧?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了解一下,湖北实力最强的八大城市,看看你的家乡排第几。 NoE,武汉,武汉,简称汉,中国湖北省省会,中国中部地区最大都市即唯一的副省级城市,中国内陆地区最繁华都市,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中心城市,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,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。 北郊的盘龙城遗址作为武汉建城开端,距今有三千五百年历史,民国时期汉口高度繁荣,被誉为东方芝加哥,武汉三镇综合势力曾仅次于上海,位居亚洲前列。 NoE,襄阳,襄阳湖北省辖地基市,中国历史文化名城,楚文化、汉文化、三国文化的发源地,已有两千八百多年历史。 历代为经济军事要地,素有华夏第一城时,铁打的襄阳,兵家必争之地之称。 襄阳明圣古迹旅游以三国文化为主要特色,著名景点,龙中风景明圣区,襄阳城等,刘备三国茅庐,龙中队,等古事就发生在这里。 襄阳,一城为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中心城市,2013年襄阳入围首批国家智慧城市,No3,宜昌,宜昌古衬以陵,位于湖北省西南部,长江上中游分界处,建制历史于两千年。 一昌之名史于东晋,市的建制史于解放初,于1992年设立地级市,全市县辖五区,三市、五县,常住人口415万,全市总面积2.1万平方公里,市区面积4249平方公里。 截至2013年年底,宜昌城市建城区面积达150平方公里,市区户籍人口120万人。 No4,荆州,荆州古衬江陵,湖北省地级市,是春秋战国石楚国都城所在地,位于湖北省中南部,长江中游两岸,江汉平原腹地,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,国家园林城市,长江中游重要的港口城市,中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清纺织基地,素有长江经济代纲腰之称。 No5,黄刚,黄刚历史文化远远流长,有2000多年的建制历史,孕育了中国佛教禅宗四祖道信,五祖红人,六祖惠能,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生,明代一圣李时珍,现代地质科学巨人李四光,爱国诗人学者文艺多,国学大师黄坎,哲学家雄实力,文学评论家胡锋等等,一大批科学文化巨匠。 此外还有国家主席李先念,代助席董毕武等政治人物。 2017年12月15日,荣英中央电视台《魅力中国城》,第一季十家魅力城市,No6,校感,校感,简称,校,中国唯一一座以校命名的地级城市,中国校文化之乡,是距离中部地区中心城市。 武哈市最近的城市,是武汉城市圈成员城市之一,也是中部地区最具潜力和竞争力的城市之一,其综合竞争力在省内排名前六位。 校感地貌自南向北,微平原,秋陵,山区,气候间有南北之忧,土地肥沃,始终要两棉,由生产基地,地质矿藏丰富,由高斗沿海临山之称。 Eno8,实验,实验室位于中国版图雄基心脏部位秦巴山区汉水谷地,湖北西北部,汉江中上游,四季分明,气候宜人,于鄂、玉、陕,于四省市交界,独特的地理位置,是实验拥有南传北马,川闪烟喉,四省同区之称,辖三区四县一市及两个市政府派出机构区,即,毛剑区,张湾区,云阳区。 云西县,竹西县,竹山县,房县,丹江口市和实验经济技术开发区,武当山旅游经济客区,总面积2.4万平方公里,人口350万。